唯有再开始过啦,不是开始过啦,继续啦 刚才有点点讯号 我想说这帮人的后遗症就是他们要自己继续过他的人生 有很多事情埋藏在心里面,最黑暗的事情要放在里面 这一世就埋藏在心里面 我刚才为什么会这样呢? 好,很多谢你们继续我啦 我刚才说的是,现在那十位跟着下来的人 大家真的要,不论他有什么精神状态 将会在社会里面,他家人都要好好疼他们啦 我收到这样的,其实加拿大有一些手足 这个可以是很私人的分享啦 当然不是说他们什么名字在哪里啦 有很多帮他们的人啦 就收留了啦,还有安排他们的生活啦 但是这一帮年轻人呢,的落差很大很大 因为为什么呢? 香港是一个很方便的地方啦 可以周围去啦 我知道大家会怎么想啦 就是,喂,现在由香港可以走到来加拿大 尤其是这番说话 跟美国和加拿大的手忙手足的机构 或者是一些朋友呢 就是冲心的说话,游冲的说话 就是他们经历了好似这两个小孩和那十位的 仍然被监禁的那十二个啦 就是那十二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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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就是他们来到这儿呢 他们的情绪呢 因为我听过一些的,有些人就complain喔 就是他们complain 就是,总之呢 就是,好像很去到那个地方 或者去到别人的家里住呢 他又好像很肥那样 其实我听到这些呢 我是,就是很伤心的 就是,我很心痛的 就是说,我知道呢 就是大家去打开个怀抱呢 就是欢迎他来到外地的地方 就是做到一些事情,保护他们 是不是?我们经常都说有很多家长组 因为在香港的情况不同 我们出去,可能 比如一个银发族啊 不同的FA啊 就是每次呢 就是每一天埋单 出去帮完他们走了 那跟着每个人呢 就是各自回家 抗争继续这样 那我觉得整个抗争来说呢 反而是后援呢 就是说他们完了 或者有些人走掉了 去到外地的地方 就是去到外地的地方呢 那其实大家是应该 就是用一个持续性 就是因为他们那种性格 是比这个这么黑暗的政权 就是空到 就是他们自己怎样呢 你想想你自己紧张了很久 一条杖筋拔横了两年啊 都没断 没断 是不是啊 有些人可能已经 在一个小小的边缘啊 就是或者是很容易发脾气的边缘啊 你有没有试过被你 就是那些老闆屈你啊 被人屈你啊 被人屈你啊 的时候你会怎样呢 就是你会 就是很生气啦 是不是呢 跟着你罵人 那我整天觉得 就是他们来到 就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就是比如加拿大 是很冷的 那然后他们就不想出街 不想做事 就是想家里 就是打下机 就是整天打下机 就是因为这边很多时候 很心急希望他们 很想快点去 读一下书啦 学一下东西啦 那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说 你学了一些东西 将来才可以帮到香港 但是呢 就是我们太efficient了 就是我们没有考虑到呢 就是太有效率了 就是希望你的理想意愿就是 快点重新来过啦 就是跟着然后呢 就是跟着然后呢 就继续在国际线那里抗争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 他们经历了一些 饱受风伤 饱受风伤的一个这样的状态 那所以我觉得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 加拿大的家长组呢 或者组织呢 你们应该 就是尤其是你收留它在你家里的话 你千万不要 就是 就是你要当他真是一个子女 你没有试过你的子女 你呢 走到偏差了 不是运动的时间喔 是以前跟你顶颈啊 走出去啊 用最大的包容去希望他回家 我想你现在就是要用这个 最大的包容在那里收留它 就是收留它好像子女 不是说收留是一种 不是一个怜悯来的 是因为你想帮他健全 就是一个被受伤 就是那些流浪猫狗呢 那些狗被人虐待完 就是别人adopt了他们呢 你只要这样想这个心态 就是如果你有养那些 就是收养那些 流浪猫狗呢 其实全世界流浪中 或者流亡中 你叫他做的 手足年轻那些呢 就是不是好像 就是他们呢 一来已经没得见自己的家 可能没得见他自己的男女朋友 他留下了的东西很多 他的心态 还是在变态 就是被人冤枉到变态 所以他们会有很多情绪里面 都没处理到 就是如果你们还没准备 你寧願用金钱上高 去支持他们 就不要跟他们讲 长篇大论的道理 去想着去帮他们 OK 因为你这样呢 就是do them no good only 哭 好像再给予加拿大的压力 你由得他 就是适应一阵 就是等他舒服一点的时候 他们可以自己找你来谈 那不过你又要知道 其实有些手足呢 决定顶不住这边的 不论是天气啦 那种思乡啦 那他们就算面对着 那么恐怖的香港 他们有些都回去了的 Hello 莎莎 你好啊 Hello啊 希望你真的健康啦 OK 他也是收养很多流浪猫猫狗的 所以我想大家明白我说什么了 你收养猫猫狗狗 对于他来说 猫猫狗狗人生就有一个重新的生命 但是其实 其实来说 就是他们受的伤害 就是等于猫猫狗狗 他会不会告诉你 我以前的主人是怎么样虐待我 他说不到我有口难言 是吧 你都不会明白他 是吧 但是呢 反而这两个啦 这十位啦 去到海外那些呢 那我在这儿呢 就是希望诚意呼吁大家 就是用最大的包容 最大的爱心呢 去疏着他们啦 尽量遷就一下他们啦 如果你想他们好回 是的 那继续守望香港啦 继续为香港发声啦 就是陆续 就是有什么东西就和大家在这儿分享啦 那今天用了这个Facebook 因为他的信号真是顺很多 不知道为什么 那就YouTube 或者上升上去 OK 那就是 是的 同理心 讲很容易啊 是不是 就是我见过这里的家长呢 有很多人曾经approach 喂 基哥 sorry 他们真的叫我做基哥 基哥 我们这边呢 有一堆家庭 可以就是 收留他们的 不要紧要的 那就是想得很容易 后来呢 他就隔了不够很久 都打回我 嗯 有很多人说他们呢 就是怎么样 怎么样 就是简单点说啦 咦 原来不是想象中这样啊 这个 就等于我跟你有没有想象 香港会变成这样啊 当一帮心智都未成熟的人 就出去打仗的时候 当然有很多东西他们未消化到 他们的行为当然是奇怪的啦 就好像美军当年打去越战 那回来怎么办呢 就是他们会很多 就是 淤酒啦 变成drug addict 吸毒啦 和家里离弃啦 被政府离弃啦 就是打完仗可以 反而打仗他们没事 打完仗回来 见证了这么多残忍的东西 然后要继续 就是他们的生活 原来是没有人接受他们的 是的 所以这边都有些手足 有时他说 我都很想 可以有机会 和大家分享他的心态 我是准备 希望邀请他 我希望 当我这边 那个香港台台成立的时候呢 我会邀请一些真正的手足 OK 就是电台 就是这帮香港人 就是为香港自由去fighter的人 就是我们这些就是文宣多一点 我觉得 他们真的在前线fighter的人 他们在经历什么呢 以致大家可以 还依然可以有少少的言论自由啦 嗯 好啦 那大家继续守望这两个 不要很八卦 继续想知道这两个里面 有什么秘密啊 发生什么 最坏的 你想想就不需要想啦 一定是最差的 看待啦 连香港都这样看待他们的时候 难道大陆会好些吗 是不是 所以我们特别 挂着 我不知道为什么 都很挂着快必 是的 因为他都是一个有家庭的人 嗯 是的 不懂怎么说 OK 大家有什么可以传到关心的人呢 那就行了 嗯 最强的花生有说 我想看下这个说什么先 OK 不明白啊 这句 天下皆知美为美 Anyway OK 那就 大家 心潮 好 对 好 对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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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会